3 2 1 欸我要放哪裡 放第一排椅子啊 你的臉 看一下看一下有沒有有沒有 BODY 幫我看BODY的臉書專頁 粉絲專頁 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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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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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 顏色好漂亮 天空的顏色好漂亮 超讚的 這就是玩笑 我們現在有三個人在播 三個人在看 應該有三位都在這邊 開始 有椅子啊 你們可以坐啊 歡迎坐啊 彭卡社老師 來來來來 前面坐前面坐 啊 照片要照相 我們提供給你就好了 我們更需要你坐下來 但是我們不強迫 不強迫 每個人有屁股自主權 好 屁股自主權 看你要坐地上坐哪裡 或者是你要 任選一位大腿坐也是可以 屁股自主權 那人家也有大腿自主權 你還是要鼓勵一下 我們現在多方的感受都要鼓勵 我們現在是開始了是不是 要上雙簧嗎 沒有 我們開始了嘛 開始了 四麥克風 大家好 好 大家晚安 晚安 來 澎湖人請舉手我看一下 你那個 好好好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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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 沒有白來 很好 很好很好 很棒 沒關係 我們那個就是遵照我們團長的指示 基本上呢 從頭 他從一開始我們有演出 他就說只要台下比台上人還要 多一倍 他就開心了 沒錯 這就是我們創團的終極 沒錯 好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會來到澎湖呢 為什麼 對啊 因為 教育部樂器銀行 還是實踐招生 哪一個 要講哪一個 你今天有雙重的身份 我們現場有實踐大學音樂系系主任在 你最好好好講 對 實踐大學的音樂系 是全世界最好的音樂系 我跟你說為什麼 為什麼 實踐大學為什麼是最好的 人家美國那個最有名的朱莉亞 有沒有聽過 好像有 人家有游泳池嗎 沒有 我們有游泳池 人家有女生宿舍嗎 沒有 人家有學生宿舍嗎 沒有 我們有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 不管是硬體設備 還是軟體設備 都比他們好得多 人家朱莉亞有楊元碩老師嗎 沒有 實踐大學音樂系有楊元碩老師 沒錯 所以 對 對 就是要給他戴個高帽 他就會尷尬 好好好 太好了 所以歡迎大家來這邊 我們很開心 可以來這邊跟大家分享音樂 推廣音樂 然後 如果來這邊聽了 喜歡 單皇館 或者是喜歡 古典音樂 我們今天演的都是世界名曲 那當然有一些 通俗的 台灣的 澎湖的 卡通歌之類的 那如果大家聽了喜歡 那 以後 你們說不定會學個樂器 或者是有音樂更多的那種 表演藝術文化 你們會願意買票去支持 沒錯 我們就很開心 我們只是想要這樣 只是想要這樣 沒錯 OK 好 那你先慢慢講 唉唷 我待會第一首我要吹 我先回去準備一下 第一首呢 就是 非常古典的 也是很有名的 你們可能不知道是誰寫的 它叫做波斯市場 你們一定聽過 那 這也是誰寫的 甲田建一 那是編曲的 哦 好 反正那是編曲的 第一首呢 波斯市場 你會感覺到 好像很吵鬧很熱鬧 然後會有人唱歌的聲音 那我們那個人聲唱歌的聲音呢 我們會有中低音聲部 帶出來 他唱的那個最有名的旋律 你可以吹一下嗎 那裡有的 那裡有的 一二三 來 好 當你聽到這個就是 他的那個最有名的那一段 然後一開始呢 好像很多的商人啊 很多人騎著那個 他們是騎什麼 駱駝嗎 對不對 騎進來 OK 反正呢 很好聽 中間有一段很優美的旋律 你會聽到 我們剛剛另外一個主持人吹的 來吹一下 對 對 我們巴迪的駐團小招 他 非常漂亮的音色 他就是代表一個 超級超級漂亮的公主 然後呢 出 對 對 所以他又漂亮 又有氣質 個性也像公主 像這種的 你得 你得 你得聽到 就會知道 哇 這個曲子 每一段我都聽過 可是在哪裡聽過 你們可能忘了 我現在告訴你們 這幾段有名的旋律 都在波斯市場裡面 希望你們會喜歡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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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